朋友们大家都看到新闻了吧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代表之一 阿里巴巴原来已经25周年了 离他活102年的愿景 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 在这个日子里 很长时间没有消息的马云也现身了 在他们内部发声 和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感悟 看了他的发声内容颇有感慨 这25年里阿里巴巴不是一帆风顺 有忠意有崇敬 那么阿里巴巴做了哪些事呢 是不是个好公司呢 那有些事是时候跟大家说到说到了 我先说我的观点 我觉得阿里巴巴实在是不简单 很有情怀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这人贩子大家都很痛恨 那国家也在大力打击人贩子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是杜绝人贩子有可重之机 也就是说当孩子丢了 要能够快速及时的找回来 那阿里巴巴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2016年阿里巴巴用自己的技术 帮助公安部开发出了失踪儿童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团圆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当发现自己的孩子走丢的时候 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快速去找回的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项目完全是公益性质的 当初公安部打拐办找上门来 希望阿里的工程师能够协助完成这个平台的搭建和研发 而阿里了解了情况之后没有犹豫 当即表示要全力支持 而且消息在公司内部已经传开 来自不同团队的技术运营 纷纷报名加入 就这样 这桃圆系统的项目组成立了 没有专门的项目室 没有相对固定的建制 和自己日常的事可能无关 但是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 开始了研发工作 经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桃圆系统最终顺利上线 成为了寻找失踪儿童的一大助力 有数据显示 桃圆系统运行八年以来 全社会共同参与 成功找回了五千多个孩子 这五千多个家庭是幸运的 这一家企业想要多赚钱 天经地义 但同时还能够为这个社会实实在在做点事情 那就已经很棒了 而阿里巴巴这几年做的实事 可不止这么一件 大家熟悉的蚂蚁森林 公益宝贝 这些项目在善良的网友一起努力下 帮助了无数人 甚至于今年12306能够这么流畅的买票 也少不了当年阿里巴巴技术上的帮助 00后可能都忘记了这一场了 当年12366刚推出的时候 在春节这样的节点 APP都进不去 而且前面也说了 阿里巴巴自己也不容易 但是他一直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 他一直相信未来会好的 同时依旧坚持做一些事情 让社会更好一点点 哪怕有人说他傻 做这样的事情能中多少钱 所以在我看来 阿里巴巴是一家做实在事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值得称赞 希望我们国家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